劉青雲和林家一 這日出席電影《廉政風雲煙幕》的借票活動 原來這次是青雲哥第一次去戲院借票 對於電影票房六日就突破了二千萬 成為2019年香港賀歲檔華語片票房冠軍 反應這麼好就當然會再開續集 其實我聽聞導演他本身 開始的時候已經有一個計劃有三集 現在我很相信他也應該會有第二集的 但是會不會是原班人馬就不會 就很難說 他說是呀… 是嗎? 是啊 好不好?行不行? 今年的金像獎入圍名單日前就公佈了 兩位又看好哪位演員拿獎呢? 因為電影未看完 所以我覺得看完再說就比較公平 是呀…其實…但你可以看到名單 是你發覺今次其實很多 都是有實力的演員一起同名 我覺得大家都很有實力 其實是一件好事來的 我覺得當晚其實我都會留意 哪一個能夠做這個最佳男主角 青雲的生日快到了 打算怎樣慶祝呀? 今年的生日就… 因為早幾天都不斷跟好朋友吃飯 那我想做生日吃應該都會在家裡 其實…